当政府利用收紧或者放松银行贷款和调整利息作为调节经济活动手段的时候,叫做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由于楼宇案揭佔了银行贷款相当大的比例,政府经常会利用限制银行贷款给与楼宇买家的比例作为调节楼价和经济行为的一种手段。 除了贷款比例之外,还会有一个压力测试,这些都是要保护银行体系和调节经济活动,很可惜香港长久以来出现了地产商为第一手买家提供贷款。 这个行为没有受到银行监管的法律管制。换一句说话,破坏了整个楼宇价格监管的功能,进一步削弱了香港的货币政策。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地产商可以趁着楼价上升,把供款的年期拖长,贷款级买家,帮助买家上楼。 几个做法,香港楼价就会越来越高。政府真的无能为力吗?大家会问。地产商扮演银行的角色恰当吗?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控制利率。 贷款比例,没有限制地产商的贷款安排。原因何在,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我们缺乏一个全面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把银行监管的一套,只用来对付银行,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香港一个但愿之地。楼价可以成为世界之冠,对香港并非一个福分。 土地的供应只是组成楼价的一个因素。政府的作为,政策的使用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